我的童年是在山东的一个农村叫岗城 和我的奶奶 姑姑 妈妈 爸爸不经常回来 因为他要去别的城市去挣钱来养家 鸡 鸭 鹅 我们家里全都有 对了 还有一头猪 我希望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 真正的走进在我的老家采访 学校里的老师 校长以及孩子们 去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 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所以孩子也会有不同程度的 需要一些这种团队 能在团队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他们遇见了另外一个孩子 有爸爸妈妈陪 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失落感 有时候他是默默地 自己在一边在流泪 正是因为他们没有 没有更多的表达能力 所以比如说爷爷奶奶 或周围的人不能了解 他的真实的想法 我们开始尝试性把 花旦教育戏剧课堂 融入到孩子们的品德课堂上 从我是谁 那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有舞蹈 绘画 讲故事 演故事 通过这样的一个参与式的活动 我们的协助者包括老师 慢慢地去培养 每一个人在这个建立这样一个氛围 能够照顾到彼此的感受 他认识到自己可以克服什么样的困难 他可以认识到他有很多的优点 找到一些更多的自己的爱好 他可以学会用不同的形式表达 他就不会觉得孤单 把花旦带给我的东西 能够以最直接的方式 真真切切地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